好的 第一次回到高雄现场的节目现场 等一下我们要聊这个如何活络这个商圈有很多的方式 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段VCR是关于这个 205年高雄车站即将完工 那目前这个三峰中街的状况请看VCR 三峰中街商圈里一滩又一滩满满的南北货琳琅满目的种类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吸引人潮前来选购 不过随着多年以来的铁路地下化工程 获得获手影响采购人潮 再加上周边的停车问题持续已久 也让部分民众感到不便 外面停车阁可以多新增一点 目前铁路地下化已经进入尾声 新火车站也逐渐成型 渴望带动周边发展 只是难解的停车问题还是存在 周边虽然已向台铁租用设立平面停车场 但商圈主委仍希望可以兴建永久性的立体停车场 解决采买年货的停车需求 三峰中间这个停车的问题 还是希望在三民国小旁边那个停车场 能够变成立体停车场 那是对我们商圈是最大的一个效益 胜利上的 这个才是一个商机 未来的商机 因为没有人潮就没有车潮 没有人潮就没有钱潮 那这个停车场 因为建国路基本上大家 这个消费者的习惯都会停在建国路 那么最近可以说每天都有一些消费者车子被拖走 随着农历年节即将到来 三峰中间也将迈入生意最兴盛的时期 透过立委协助争取 目前的停车位相较于之前已经有所改善 但是临近车站周边的商圈 并不是每一个都像三峰中间一样好命 长期关注铁路地下化发展的港都社大就指出 像是长明商圈附近的绿原道 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高雄车站的后面 等于说是这个长明商圈那一带 就是目前来说地下化之后 但是上面的绿原道原道其实并没有整治得非常好 等于说因为配合新高雄车站的这个空中廊道的部分 到我们地面的设施 其实到高雄车站是被截断的 随着高雄车站即将在2025年完工 车站周边的环境也会有新的风貌 期盼届时不但能为商圈带来更好的发展 四通八达的交通与环境清流的绿原道 也能让附近的商圈改头换面 吸引更多的人潮 好的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是在后翼商圈 还是三缝中间商圈 停车的问题都是备受关注 那在这个长明商圈附近的绿原道 也是有这个设施 还是有整治不足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如何这个活络商圈 那其实在这个交通部啊 其实多年来都已经持续补助行销经费 给商圈大概100万元 那在委员的争取之下呢 其实接下来也是要这个扩大这个补助 那我们想询问一下商圈 针对这个部分呢 大概是你们会觉得说 有获得了哪一些的帮助吗 那请主委帮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我要感谢这个李昆泽委员 在交通部连续四年帮我们争取到100万 让我们临近火车站的大人商圈 后裔商圈 长明商圈还有三缝中间 让我们办这个行销活动 当然有行销有活动就能活肉商机 我们非常感谢他 然后这个委员也是很感受说 希望我们大高雄就是所有的商圈 大概三四几个商圈能够一起办这个行销活动 所以他今年有帮我们争取到500万的费用 来活肉我们商圈 从100万增加到500万 对 让所有的商圈来做 我觉得这个办这种我们行销活动 当然对我们商圈是有效益的 我们非常感谢委员这样做 那这个我们也期待说 这个商圈能够慢慢的活肉起来 好的 那我想要询问一下 那后裔商圈的理事长 针对这个补助的部分 觉得对自己的商圈 有获得什么样子的帮助吗 根据那个加工部补助我们这个行销 那对我们商圈来讲说 也提升我们一个知名度 在我们在行销 在我们在网站或是网络的行销的时候 更容易让市民知道 这商圈时机位置在哪里 那也吸引很多外地的游客进来我们商圈 增加我们整体整体的生意的流量 那也改善我们商圈那个形象 包括我们街道的一个设置 包括我们一个宣传广告 让网络上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我们商圈整个形象的改变 谢谢 那针对目前这个补助之外呢 有没有觉得说还有没有期待 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可以减轻当地店家的负担呢 主意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像是广告还是什么 对 我觉得说如果事务有什么 就是针对国外的这些旅客的广告 或是国内的行销 都能把我们商圈纳入 让我们商圈能够知名度 能够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商圈的特色 我相信应该对商圈非常有帮助 那理事长怎么认为呢 有没有期待 有再更多的 当然我们是有期待的 那像我们这一次去年 就我们举办了那个万圣姐 在我们那个商块座这边 把我们商圈做一个活动 那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到我们商圈来 那这个市集活动都需要 我们政府政府单位来帮我们协助经费 那这个带我们商圈来讲 会让客人来到我们商圈 有实体的体验 那这个是真的很有帮助的 那也鼓励我们商圈 彼此间一个合作 共同来吸引商圈 游客进到我们商圈来 这都是我们这次活动所带有成果 谢谢 好的 谢谢理事长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询问金发局的主命 因为其实金发局为了这个商圈的活络 其实是处形纪律 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希望可以促进这个商圈的发展 像甚至日商的进驻 还有就是之前圣诞节的时候 有那个登市的展示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所带来的成效 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在去年12月初 就是唐吉柯德 还有文良品正式进驻高雄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真的 一直以来从开幕开始 就是中央公园附近就是满满的人潮 有时候经过都还是大排场 对 是的 是的 所以中央公园商圈理事长也跟我们讲 那真的是很明显地感受到 相关的人潮有这样子涌入的情形 那接着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办理了高雄圣诞生活节 那我们在中央公园也助力了 醒目的圣诞树 那还有串联了周边的灯河的延伸 那我们在12月22、23两天的活动 吸引了16万人次的 就是参加我们的生活节 那我们现场邀请了商圈的特色店家 在那边设谈 那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把我们的商圈的特色展现出来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加码发放圣诞商圈优惠券 那就是在现场参加活动 市集采买满额 我们就会送商圈优惠券 那但是不能够现场消费 它还必须要回到我们将近30个商圈 到商圈的店家里面再消费 我们就是想办法把这样的一个效益 能够导入到我们的商圈这边来 那也希望说就是在商圈的特色 那再加上我们的活动 那同时我们在活动进行当中 我们也会进行宣传 那所以就像刚刚主委跟理事长说到的 那我们会把我们商圈的店家的特色 那也在我们的活动上面做曝光 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知道 我们的商圈的好玩好吃的地方 那其实师傅真的针对这个部分 做了很多的心力 但是像是这个商圈的这个优惠券 或者是就是其实高雄举办了很多场的 这个演唱会 那演唱会是否有推出这个加时演唱 其实周边的这个商圈 其实是都有比较好的一个生意的 那我想要询问这个商圈的主委 想询问一下就是 这一波这个就是带动 其实他们那次带动业绩 大概成长三成了 但是你们这边的商圈是有 也有获得感受的吗 还是说希望有没有透过这个演唱会经济 如何也拓展到就是其他的商圈呢 演唱会的经济其实对我们三方中介的这个收益是不多 那我是建议说以后是不是这个演唱会在一票券上 如果他是买比较好的位置 摇滚区的他花比较多钱的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他的券 能够多花几张给他 来带动这个商机 哇 争取福利这样 对对对 这样可能他就会比较会跑到我们 像我们三方中介来采买 对商圈的受益会比较大 不然应该都是在这个临近 这个演唱会旁边的这些美食场 美食市场和夜市 所以那个期间其实对你们商圈的这个帮助 其实没有那么大 对 但是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活动 对对对 看看怎么样来让我们商圈能够更好 原来 谢谢主委 那请问一下理事长针对这个 如何就是让这个演唱会经济也拓展到其他商圈 你们这个后裔商圈的感受如何呢 这次的演唱会对我们商圈来讲是我们帮助不大 因为我们实际是成一消费的 跟美食是不能对比 那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如果演唱会票券的话 是不是用结合我们商圈自己的那个优惠套票的话 指定这样子 对 我们自己来发 让消费者直接到我们商圈来消费 有直接的优惠 那是不是能带动这样子 那否则我们真的是接受不到这个好意 原来 其实相关的这个都可以来去规划 其实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想象 然后有期待的 然后就试试看能不能就是 借此也活络到其他的商圈 好那谢谢大家分享 我们接下来想要询问一下主任 就是铁路地下化之后 原来的这个平面占体 它是变成了这个绿色的圆道 那其实主任好像刚刚就是在VCR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绿原道的部分 是不是设施还是整治的部分 其实是还有不足的地方呢 那有没有认为说需要什么样子的改善还是建议呢 好 其实原道在这个 它可以分为前段 三民区前段跟后段 那后段的部分 从坑管移到这个凤山这一段 相对比较完整也比较早做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火车站周边的前段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破碎 而且我们做的一些公民参与 其实大家都有提到 比如说像这个树太少啦 然后像这个没有公园椅啦 然后没有遮蔽物 会你会走到那边 走到尤其是 现在是71期重化区嘛 那那边其实是蛮光秃的一片啦 那过去其实是一大片的铁路新村嘛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还要再加把进 毕竟这个绿原道是我们高雄市 这两年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它等于是说城市都市中心里面 一条很长的一个绿翼啦 那如果说南北两段 尤其我们三民区这么重要 有五个车站都在三民区 如果说没有做个连贯 那尤其是现在高雄车站 2025年要完工嘛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高雄车站新的 新的建筑设计概念是绿建筑的概念 那现在相对后面的这个长明街啊 这个回忆商圈这边的一些规划也要 我觉得要共同去思考 去把它纳进来 多一些完善 然后让市民朋友在这边 可以做一些休憩啦 或者是活动 也可以来商圈购物啦 品尝美食这样子 会希望就是目前就开始做嘛 还是说期待车站完工后 我们再来努力这样子 其实现在就应该要同步做了 了解 谢谢主任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马上回来